今天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我是阿關 這不是新聞 這是新聞背後的真相 我們昨天在節目現場討論 到底這個半會死還是不會死 昨天上沖下溪200點 中場是下跌的 我們現場做的來賓都說不會死不會死 憲哥說不會死也會笑三聲 可是今天沒有死 今天漲了 問題是今天雖然漲 外資很投信跑 所以同一個問題在今天要繼續來做討論 這個半會死還是不會死呢 好 我們剛才介紹 節目現場的來賓資深分析師翁瑋傑 邀請財經系助理教授朱月忠 大家好 邀請財經專家賴先生憲哥 歡迎大家好 歐寶頭總監蔡明章 大家好 以及財經所助理教授謝晨諺 大家好 這個半到底會死還是不會死呢 今天最強的是聯發科 所以好好來解解聯發科 聯發科為什麼最強呢 因為在今天 聯發科的漲幅佔了整個大盤 漲點的一半 聯發科的量也爆出天亮 所以我們來看台股持續創下近30年高點 IC設計 生計以及資產股非常強勢 而最狂的猜測竟然看聯發科 現在喊到1000塊了 聯發科在今天市值破兆 緊追紅海坐三望二 而股價創下18年新高 市值來到1.07兆 所以這個盤會死還是不會死 先看聯發科 對 今天台股都看這一家公司 聯發科 聯發科漲7% 收篩661塊 市值佔上1兆台幣 在所有的台股當中 坐三望二 緊接著就要追趕紅海了 那聯發科今天多猛 今天所有的股票 成交金額第一名的聯發科 占大盤的成交量一成 那也貢獻了今天台股的漲點一半 所以聯發科這麼厲害 但是有一家外資阿莉迪亞 居然喊到四位數了 1000塊 我們今天獨家 取得這家公司的報告 研究報告 但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你看 目標價1000塊 好 都給它卸了 它轟了 而且這邊用一個聳動的標語 一期的獲利60幾% 好 你如果看到這個報告說 現在萬二點 都賺錢的股票賺了 十幾% 補完美後就來 預期獲利是說 投資人的預期獲利 還是公司的預期獲利 投資人 這個價位 買到他研發科 到達1000塊的目標價 現在600多塊 都1000塊不是60%嗎 那這家公司 我們稍微說明一下 它是獨立的一個外資機構 不是我們講的什麼大摩 小摩 那一種的券商或投行 所以禁用化 但是它的理由是這樣 它是認為說 現在揮華為的系統 大概有將近五成使用 這個聯華科的5G晶片 那華為也慢慢的朝向了這個聯華科 所以它估出來 人家也是有估 今年的EPS24塊 明年什麼35塊 到底202245塊 所以他說 這個以22倍到24倍本益比 把它估到1000塊 這是他的說法 但是蔡總華問的是 你覺得他可信嗎 如果聯華科可信會到1000塊 那台股要到多少 對啊 今年我個人 我認為今年1000塊 還是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估得 所以過度樂觀 EPS 因為這一家的獨立的外資機構 要求人家 所以他把目標價 雨不驚人 死不秀 我今天假如只有講聯華科750 大家會關注嗎 不會 我喊到1000 今天大家就相當的關注了 但是我們說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更冷靜來看 今年台系的IC設計 的確長得很兇 請看這張表 這張表是今年第一季 全球前十大營收的IC設計 第一名是高通 博通 好 我們來看 第一名是高通 第二名博通 OVIDIA是第三名 第四名就是我們聯華科 第四名 超威第五 塞林斯第六 麥威爾第七 聯誘第八 這是我們台灣的 第九 也是我們台灣的廠商瑞育 新斯是第十名 好 那這張表我們告訴大家 因為最重要是棄美國化 對不對 所以聯華科在這一張表當中 我們扣掉那個OVIDIA 因為OVIDIA有AI 它今年漲了六七四% 特別厲害 其他的美系IC設計 我們非常熟悉的高通 今年只有漲8% 高通只有漲8% 聯華科今年到目前漲多少 五十一% 五十% 再過來你可以看到那個 銳翼也大概漲了五十% 聯勇也漲了二十幾% 所以台系的IC設計 在今年的股價的表現 可以說是前面打敗了 美系的IC設計 那這裡面我們說 這個半導體IC設計 有三兄弟 聯華科 聯勇 銳翼 這三家有兩家 都是聯電出來的 人家是薯條三兄弟 他是IC設計三兄弟 對 在過去這幾年當中 爆發力最強的是銳翼 我們看這張圖 上面的是各季的EPS跟股價 有沒有發現EPS 銳翼越來越成長 股價就越來越高 那過去五年它的獲利 成長了高達三倍 我們看下面的 2015年的EPS是4.8元 那到了去年已經是13塊 去年我們來看是13.36 今年會更好 市場估計有15塊到16塊 等於五年成長了高達三倍 那銳翼的話呢 它是在網路的晶片 是世界是第一名的 但是另外有兩個很大的一個武器 第一個就是現在最流行的TWS 不是主動降噪嗎 在灰瓶的系統一半的晶片 都是使用的一個銳翼 另外一個就是AI人工智慧的 網路攝影機 它不需要雲端的伺服器的支援 邊緣的計算就可以計算 你有沒有跨過警戒線 你人一共有多少 都會發出警告 我們透過畫面來看 第一個 你經過那個關卡的時候 第一個人藍色那個人 他是手機OK 第二個紅色的人藏手槍 對不對 就馬上偵測出來 就發出警告 第二個 你看那個車裡面 後面他拿出車廂 也拿出武器 這個通通要警告 再過來 所以銳翼的晶片可以精準的 對 即便你放在口袋裡 是武器他都知道 不需要我們傳統的人氣 把你搜尋 不用搜身就知道 不用搜身 再過來有一個女駕駛 開車的時候 發現 自動的攝影機 偵測他的各方面的體溫 狀況 發現他可能有仿生 他偵測到眼星 心思不靈 結果你下來的時候 連他眼球心思不靈 都可以偵測到 對 然後你下來的時候 心思不靈 所以忘記就帶你的皮膀 就發出了警告 記得說你重要的物品 要隨身攜帶 所以將來如果你坐計程車 忘了帶東西 這個晶片會提醒你 說你東西忘了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是 對 他馬上就趕快 對 然後這個晶片馬上提醒 他說你忘了帶東西了 趕快去拿 所以他就回頭去拿了 好 然後再過來很厲害 現在疫情不是很嚴重嗎 所以大家有沒有保持一個 安全的社交距離 你看都畫一個這個圈 你不要靠近 保持這個距離 那這裡面甚至可以運用到 亞馬遜 聽說亞馬遜 會偵測 用這個智慧的攝影機 偵測員工 假如休息的時候 有沒有去摸魚 上廁所的次數太多 時間太久 因為偵測的話 所以這一段老闆不要看 還真的有人被偵測出來以後 結果就被開除了 所以瑞玉做什麼呢 透過剛剛的畫面 我們今天很清楚的知道 瑞玉做的是 AI智慧攝影機晶片 所以它的營收 它的獲利都出現了 大幅度的成長 那麼還是要回到 IC設計這個族群 現在排名上最熱最熱熱的 滾燙的 IC設計 好 這張應該要照起來 這個是第一劑 EPS 排名超過兩塊的 一共有14檔 為什麼 因為很多的股票 是假的高價股 就像我們的 黃地產的假豪宅 賣的價格是豪宅的價格 但不是地段 不是豪宅 所以這些股票 通通都是 所以你看 現在IC設計有4千斤 這4千斤是不是加環 壓環假扮的 你看一下 EPS最高是增加 還沒有千斤 那前年的話 不太可能 這個記憶體 不會當千斤的 翔碩 普瑞 CDKY 信華 都在6塊以上 的確千斤就出現在這裡 這都是第一劑的數字 光光第一劑 對 千斤是這個地方 那現在 阿里迪把這個蓮花科 也喊到了千斤 那這個就要加把劍 因為他低劑3.64 你後面要更好 所以我們這一張表 超盤的新法告訴大家 大不如小 小不如巧 什麼叫巧 你要景氣剛好起來的時候 你的股價貨利又那麼好 股價就會大漲 所以這邊本利比比較低的 我們告訴大家 現在第三劑景氣要起來的 是跟面板有關的 所以這裡面跟面板有關的 然後在這個地方 比如聯友 他是做系統IC 本利比17倍 全年估16塊1PS 第一劑3塊6毛3 再過來智芯17倍 這個跟面板有關的 細創也一樣13倍 這個是第一考慮 面板起來的話 第一考慮是聯友智芯細創 對 但是我們知道 上半年手機不好 但下半年手機好起來的時候 生家就有機會 因為生家我們講過 做感測晶片 跟手機是綁在一塊的 他的本益比20倍 再過來晴年 也跟手機的機體有關 他的本益比只有12倍 所以這是後備軍人就對了 對 就是說手機起來的時候 你要注意 那我們直接看這個 先鋒部隊 這是後備軍人 另外我們看跟面板有關的 比如聯友講過了 我們今天就看8081的智芯 今年我也講很多次 今天他就一度亮燈漲停了 大家覺得面板的報價 開始要上來 所以做了一個突破 8016系創的話 這個六月營收也開始 比五月份成長 但是股價都還沒有動 這個是後備部隊 最後我們看一下那個 8299的群年 補充一看 看這一個8299群年 你看群年的股價也都還沒有漲 我們直接看 因為他的營收還沒有起來 但是最近有一個小漲 所以相對來講 這個可能比較安全一點 好 那回到大盤 同一個問題 昨天文國今天還是要再問 大盤會不會是 因為今天外資落跑了 對 我覺得大盤是這樣 今天市場傳出 應該是國內的受險基金 開始大買了 來 我們有點擔心 來 外資買買買買買 在今天出現了 54.7的賣潮數字 連六天買了以後 今天的調節 所以今天晚上就看 美國股市假如還是跌 因為昨天跌 美西的外資就是美國 今天就調節台股 所以今天晚上 美國再跌的話 萬一跌第二天 不知道 萬一跌第二天的話 大盤有可能 來到了12、249 這個前天的高點以後 也許會開始震盪 不過基本上這個階段 還是安全的 因為下個禮拜 美國才要公布財報 那個公布了以後 萬一很糟糕 美國這樣一直跌下來的話 台北股市要小心 所以蔡總議員 至少可以活到下個禮拜 美國下禮拜才公布財報 好 我們請朱老師帶我們來看 雖然千金很貴 貴鬆鬆可能買不起 但千金如果持續往上攻堅 甚至不是千金的變成千金 那麼丫鬟就有機會 又往上墊高了 當然壓環要變千金 一定要有條件 其實剛剛蔡總已經點到第一個 一定你要獲利要好 這是必然的 不賺錢怎麼有辦法 把股價拱高 所以我們先看 媒體現在開始喊 已經有5千金的不夠 甚至有可能會有10千金 這麼多 來 所以我就把目前市場上 市價最高的前12名抓出來 這是他們今天的收盤 你可以看到右邊 綠色代表今天是下跌 紅色是上漲 黑色是持平 所以你看到五個千金當中 今天只有一檔 你可以看到 只有普瑞KY今天還在漲的 前四個都跌 可是剛剛我們再強調 今天大盤是漲的 大盤今天漲的算不少 漲77點算不少 所以今天大盤漲的 但這些排在前頭的高價股 反而是跌的 是的 剛剛蔡總其實也點到重點了 本益比偏高 剛剛看到普瑞是稍微低一點 所以他今天就表現比較好 普瑞是30倍 對 好 那重點是 那接下來誰有機會 好 那誰有機會 基本上有三個指標 我們來看 第一個股本要小 拉個洞 好 所以我們先看 已經是千金股的這五檔當中 股本最大的是大力光 也不過才13.4億 我去查了一下 台灣現在上市過一共1731檔 大力光的股本排722名 你就知道他有多小間了 那大力光也只有這樣子 那下面就不用講 好 所以第一個 股本要小 拉得到 第二個 當然有在成長 因為股價看的是未來展望 當然有在成長的 所以我們把它抓到 目前能夠查得到的最新的財報 你去看一下 基本上前市黨今年 不管是前五個月或是上半年 都成長很高 大家都知道今年上半年 尤其第二季其實狀況很差 這些公司還可以成長這麼多 好 那當然是很厲害 最厲害的是翔碩 對 前五個月就成長了 53年幾個% 對 所以你看他股價 可以拉這麼多上去 好 那當然獲利就不用說 第一季的獲利 當然最高的是大力光 其他我們就不一一去講 好 所以這次先讓大家看到 現在的千金長什麼樣子 所以未來壓返能不能變千金 基本上就要從這個出發點來看 好 所以我們就把剛剛的十幾檔 當中我個人過濾的幾檔 我覺得比較有機會我們來看 我們看到浴金光 浴金光現在股價比較低 可是也被點名到了 為什麼 它做鏡頭 鏡頭很重要 全世界喊得出來做鏡頭的 大力光就不用講了 那當然浴金光的技術沒有大力光 好 大家知道之前 蔡同也講 憲哥也都講過 大力光現在已經做到8P 那浴金光比較差一點做7P 所以它比較掌握的是 比較中低階的手機鏡頭 可是這一塊也夠他吃的 因為再下來也沒有什麼 沒有幾家能夠再跟他競爭了 所以現在被媒體點名到 他未來是有機會的 所以你看上半年他成長多少 將近八成 這不得了的數字 來再看到第三檔 我們看到金冊 也是比較獨門的生意 股本一樣更小 3%多而已 上半年又成長50幾% 第一季的EPS 雖然只有5塊多比較少 可是注意到 當這些IC設計 這些半導體廠都在快速成長 我金冊做測試卡 我幾乎就是獨門生意 很少人可以跟我競爭 所以他其實我個人覺得是滿有機會 再加上他股本這麼小 所以你看他上半年成長很多 好 那第四檔其實剛剛這個 蔡總也有提到的這個生家 做感測晶片的 他最主要做三種感測晶片 一個是光線的感測 一個是距離的感測 一個是加速度的感測 好 可是我比較擔心的是 你看到他5月6月營收都衰退 而且衰退是兩成到三成 當然第二季很多大部分的廠商都不好 剛剛看到都是很好 可是你看他身家5 6月都衰退 當然這是年比跟去年同期比 他是衰退的 這是比較美中不足的地方 這要注意到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 他做感測晶片 可是市場上他很多競爭的大咖 譬如說奧地利的AMS 美國的博通 然後還有誰 德國的Bosch 這三個都世界級的大咖 國內有誰 國內還有一個敦男 都是跟他在這個行業競爭者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 除了你現在看起來獲利很好 成長很多 可是你在這個產業有沒有獨門 競爭者是誰 我個人覺得也是很重要 所以在身家這個部分 我個人是比較擔心一點 他未來的情況 所以老師比較看好的 剛剛前面那三檔 那三檔你都看好 對 這身家我是個人比較擔心 可是最重要的是 我會覺得第二季的財報 陸續公佈之後 大家的狀況怎麼樣 因為我們都知道 剛剛講過 第二季全市場都很不好 如果第二季利益很厲害 然後未來相對有機會 好 我們知道老師在叫投資 所以我要問一下老師 這個地方是好的投資時機點嗎 當然 如果不好的時候 當然啦 這很高不是嗎 可是我們剛剛說 如果財報出來 當然我剛剛有做了一個前提 最大牌的推薦 財報出來之後 如果你還能夠在人家最不好的時候 你還可以持續勝出 那你自然就會有機會 所以老師在12249的這個位子 在今天說在12170 是 在這個位子你敢買 我們剛剛說回到個股 不是看大盤 你看的是大盤 所以你會不管指數 對 我會覺得指數 除了你要做指數的人 你不做指數的人 指數跟你沒關係 個股能不能往上漲 它有沒有利基點才是重點 那你現在爆股票 你往上睡著著著叫嗎 當然我們講 前提還是回到你有利基點 就我們剛剛說的 你今天你還在快速成長 我為什麼要擔心 股價創新高你就不買 永遠有人創新高 那你創新高你就不碰 那是不是 人家幾十塊 一兩百塊的時候你不買 你要等價一千塊你才去追嗎 就像一樣大力光 我們就說大力光好了 當它一兩千塊的時候 大家一定說大力光很貴 可是大力光現在四千 以前最高六千 一樣道理 斗膽問老師一句 是 那老師你現在報什麼股票睡覺呢 目前我們還在觀察這些個股 所以你還沒有買 對 我剛剛說我在等第二季才報 當然我又買一些其他的 但是我都做很短 所以你現在 一個是強短 一個是要抱久一點 所以強短的你手上有 但是 對 強短的有 要比較抱久一點 抱久的現在還在看 我在看第二季才報 我非常關心第二季才報 好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操作 那就考驗功夫了 旁邊上最熱的族群 除了IC設計之外 一是防疫股 一是家電股 防疫股反映什麼呢 現在全世界疫情還在燒 你不要在台灣以為說 沒什麼事 美國很嚴重 特別是 中國也出現了二次疫情 以及 除了美國 中國之外 巴西總統在今天傳出 他還確診了 所以全世界疫情很嚴重 防疫概念股還在燒 第二族群什麼呢 今天我們的院長說 小學生我們通通給他裝冷氣 那個家電股可開心了 你想想看 每間學校要是都裝冷氣 那個冷氣的量有多大 所以在今天家電股漲了 要來問一下分析師 第一我們現在來談防疫 防疫股還會再漲嗎 基本上我看現在目前的 防疫概念股 它的這個本益比其實是比較高 而且在整個基本面的預估值上面 是有一點點超漲的現象 這個是一個直接的 我們去指標庫來看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合一 好 我們來看合一 這個4743 好 那合一的部分 今天還是掌停板 今天是 打跌之後再拉高 崩到掌停板 直接掌停板 好 那我們直接看K線 這個非常恐怖的一個K線 我想其實在前一波 在5月中的時候 它爆出了一個大量之後 整理完再繼續往上噴出 現在目前手上有的投票 我想還是續爆 手上有的續爆 有的就續爆 因為它還是多頭排列 對不對 那所有的防疫股都這樣做嗎 如果你手上都 過去都已經買好了 那你現在沒有轉落之前就續爆 只要它沒有大跌 對 都爆著 但它會不會哪一天突然大跌 就是打到跌停板 我根本連跑都來不及跑 它一定會有一個 一定會有一個現象 比如說在6月中之前 我們看這邊好了 看這邊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爆大量 對不對 是 好 波段的這個爆大量 然後收黑 這個算大量了嗎 好 那這根更大 這個是算是進貨對不對 好 那進貨它上漲之後 這邊又爆了一個類似的大量 那表示說這邊有部分的人 如果這邊單純以進貨的角度 去做觀察 那至少這根 這邊有人跑了 有人跑了 好 那跑完之後它到底是 跑完就後悔了 對 跑完之後 這邊跑完 後面還有解盲完之後 後面又一段 那如果它 後面我們都不看 這一根完之後 它的骨架就是掉到 掉到這個時日線或者是月線以下 爬不回來 這個就出貨了 所以這一檔還沒有出貨 所以這個 你看到這邊為止 這邊可以先做一個調節 你至少調節一半 然後你後面續爆上去 後面再看 因為你看到這一根後面也不知道 所以現在的防疫概念股 出現什麼樣的警訊 我們要跑呢 爆大量 就是像這種爆大量 然後收黑 然後後面都不漲了 那會不會哪一天跌停板跑不了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現在的籌碼 那我現在要不要先下車 如果有賺錢的話 都可以 因為其實再漲的時候最好出 漲的時候最好出 如果大家就覺得怕怕的 然後好像 但是像這種掌停板鎖很緊的 不要輕易的賣掉 因為賣掉之後你追不回來 所以如果你手上原先 如果它開開關彎開開關彎的 我們就趕快跑 對 就可以跑一下 但是跑不是全跑 你就可以調節三分之一 可不可以再舉檔更不做例子 好 我們看一下6547 6547的這個高端疫苗 我們來看一下6547 好 來 高端疫苗 那這一檔呢 這一檔就是公道掌停又打開了 對不對 這檔就沒有鎖死 像這樣要跑嗎 對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籌碼面 那我們剛剛的前提是爆大量 好 它今天開開關關有沒有爆大量 還沒爆大量 沒有 好 那過去也是一樣 也是在這個5月中這邊 5月底這邊也是一個進貨量 進貨量完了之後 再做突破 它就不能再跌破了 就是這個高點你要守住 它現在還在整理 整理完這個高點是不能破 它只能上去不能下 如果這個高點跌破就危險 過河的竹子 所以這個點一定要守住 對 這是四行倉庫 如果沒有守住的話 趕快跑 對 就趕快跑 像今天高端的這個位置 還不用跑 就不用跑 還不用跑 因為它還是多頭排列 以軍線來看 它是多頭排列的股票 手上已經先佈局好的 已經有的 你可以不用跑 吃股續爆 沒有問題 空手的我是建議先表情 這樣跌破重要的 之前量大的關鍵點位 沒錯 那就要跑 就要先跑一下 來 那來看 家電股要裝冷氣來 所以家電股在今天大漲 我們來看一下升保 好 升保 升保在今天也是 因為這個消息 就攻到了漲停板 這是漲真的漲假的 好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線型 它基本上是 比較偏落後大盤 去做反應 整理好一段 今天才做噴出攻擊 那一樣它是爆單 然後這個就關鍵了 它到底是進貨還是出貨 再看後面 真的要看後面 今天還不確定 那這個上去之後 它就一樣過高點 這邊前高 這個前高過去之後 它就是只有一個方向 是只能漲 它如果震盪一下 表示它今天拉的決心是不夠 反而是有點調節的味道出現 所以這是比較消息面的個股 對 那如果是以基本面來講 家電股如果 尤其是以冷氣來講 大概都是上半年 上半年就是業績的高峰 所以該裝冷氣的都裝了嗎 對 進入到七八九月 就開始業績就開始往下掉 你說真的 對 如果我們院長說要裝冷氣 現在大家開始炒 到底要不要裝 該裝不裝 等炒完之後搞不好都已經秋天了 對 而且要看一下那個訂單 是什麼時候要下進去 所以這個都還有點不太確定 只是說今天有這個題材 那市場上覺得說 那追不追呢 現在目前 如果今天沒追的就不用了 今天沒追就不用了 今天沒追就不用了 因為太慢了 因為我們不確定後面有沒有 第二根 第三根 那今天是起漲點 如果今天一開盤的時候沒有追進去 那接下來我們就建議說 大家還是觀望就好 那我們回來 聽聽您對行情的看法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美股的部分 其實跟台北股市有一點點相關 那我們就把它定位成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選情 第二個就是疫情的部分 好 那選情的部分 紅色是共和黨的川普 藍色是民主黨的拜登 那現在在選舉人票的部分 要達到270就是誰當選 以現在目前的選情來看 270超過是民主黨 民主黨現在統計下是286票 所以藍色的部分 他已經有286票了 可是川普只有230 對 230 所以現在目前看起來 落後很多 對 拜登的這個勝選的機會 是比較大 那拜登如果勝選 美股會跌吧 對 美股比較危險一點 比較危險 因為他是會加稅的 對 那現在美股的震盪 就比較大一點 好 另外我們就來看一下疫情的部分 第二個關鍵因素是疫情 好 那疫情的部分 現在以美國經濟復甦來講 當然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其實他在其他的國家 包含像是像義大利亞 德國 法國 加拿大 西班牙等等 其實他的經濟復甦沒有比他們好到哪裡去 那最主要是因為他的疫情 已經出現失控的一個發展 在這邊其實美國的疫情已經突破前高 那基本上我們預估他 這是疫情突破前高 對 這是他的經濟表現 我們從畫面上來看 看來是德國表現比較好 紅色的是德國 對 那美國呢 表現其實是相對是比較溫的 比較溫一點 那所以其實疫情的部分 還是影響到了這個 美國的一個股票市場 那當然現在還是比較強一點 是在科技股 但是呢 其實如果是以道瓊工業指數 去進行觀察的話 還是比較偏震盪居多 那當然現在目前短線上面 台北股市跟美股有一點點脫鉤 那短線上我們是怎麼看台北股市 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台北股市其實在這一波 3月底反彈以來的行情 最主要參與的這個法人機構 是投信 我們看下面這個是投信 買超 買買買買 所以基本上都是站在買方 可是呢 那外資比較落後 比較晚進場 對 它在6月份才加入 也就是說在1萬1000點以上 它才加入這個行情 所以其實最主要在台北股市當中 你可以看一下的是這個投信 它的這個強弱的指標 就是時日線 那剛剛我們有看到 在前一波高點 6月11號的部分 這個高點一旦突破 也是不能夠回頭的喔 12249嗎 不是 就是前一波的這個 這個高點 這個地方 對 這個突破之後 就是不能再回頭 那整理也要在它上面 才算是強勢 那如果是在它下面 台北股市其實都有回檔的一個風險 那另外呢 在這個電子股的部分 最近是有一點點比較過熱 尤其是這兩個交易 他們的一度最高的成交比重 都來到8成以上 所以你各位看到 在過去 以電子股的長期走勢來說 月K的部分 在0809年的金融海嘯 它是出現了一個低檔爆量 那低檔爆量 其實以技術面來說 它就收籌嘛 可是同樣的在最近 高檔爆量 對19年到現在其實都高檔爆量 然後再看到下面外置的部分 它其實調節的力道 都比過去的幾年來的大 所以其實現在目前呢 雖然電子股不見得馬上會跌 可是呢 我們已經看到 它已經完成一個完整的 大波段的操作 好 那結構的部分 除了電子股以外 我就會比較喜歡找沒人看到 就是金融股 我們看到低檔爆量跟高檔爆量 是一個完整的操作 可是以金融股的角度來看 我們看到了低檔爆量 收籌碼 但是高檔爆量沒有看到 高檔還沒有 只是說在短線上面 最近外資針對金融股 有一點點調節 但是就整個長期的波段結構來說 金融股還是有補漲的機會 再加上現在的金融股 它還是落後於電子股 那過去呢 其實以台北股市的慣性來講 這個在網上 在墊高指數的時候 金融股還沒用到 所以它是浮兵的一個機會 浮兵 那浮兵你怎麼選呢 好我們就看 在上半年的一個獲利表現 到目前為止的這個五月份的獲利 公佈出來 我們有一個排名 那當然在金融股的部分 我們會建議大家 就是以金控股為主 所以其實像富邦金 國泰金這個就比較不建議 好 因為他們在海外的證券市場 投資會比較不穩定 他們很多休閒的部位 對會有些會損的壓力 所以是以金控為主 那以金控的話 我們就會 以前面這四檔獲利比較好的 而且是消費的 對 會 比較消費的 對 會去進行觀察 所以我們就可以觀察一下 比如說像在中信金 2891的部分 在最近的股價表現上面 都相對的比較強勢 好 那雖然今天是有一點點震盪 可是我們看到 比較長期的K線 好 我們來看日K線 中信金在今天收在21塊1毛5 對 我們看到K線的部分 沒什麼漲到 那沒什麼漲 還在 但是它也越過了前波高點 所以它的均線還在糾結 而且站在強勢的攻擊發起線 所以其實他們都是 蓄勢待發的一些標的 那所以 其實在金融股 金控的部分 反而是接下來 我個人認為有機會 落後補漲的一個機會 而且跟大盤的指數 比較相關 大家也覺得說指數漲 我選這些個股 比較有感覺 好 而且 許的金融股 值率是蠻好的 所以如果說買來長期配息的話 倒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在盤面熱呼呼的情況 然後接下去傳出了壞消息 什麼壞消息呢 微信的總經理在今天 竟然傳出墜樓身亡 有人說他不是才剛說好 看好第二季營收嗎 是什麼原因讓他輕生呢 所以股東會的態度 是不是卸出端倪呢 上個月股東會的時候 其實很奇怪 因為他第一個他說業績不錯 創這個 這一季表現非常的好 然後他也要推十幾個筆記型電腦 新款的 而且他說他要去切入這個 來去找到這個美國的客戶 訂單要進來了 但是其實有記者在講 股東會那一天 江聖昌話不多 他沒有說什麼話 幾乎都是董事長徐翔在講話 當然這個是我們事後在看 當天他是說奇怪 以前不太會這樣 可是當天是這樣 當然這個是我們事後在看 實際上江聖昌他是從基層 從研發開始做起 然後一路升到這個執行副總 升到執行副總以後 徐翔現在開始要找接班人 其實有很多人選 為什麼找他 其中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他是一個言語綠籍的人 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他有深厚的技術底子 這個也是徐翔輕點他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當然他接班 你看2019年 其實就維新來講 其實他們在電競這個產業 已經做得不錯了 所以他接班 也不算是一個 我們要講是說 要讓整個產業 有什麼樣很大的一個轉折或轉變 那他也推了很不錯 他推了這個電競以電競螢幕 甚至還切入到這個金字塔頂端的 創作者的筆電 那你說去年整體表現怎麼樣 他去年營收1200億是創新高 獲利將近56億算次高 EPS6.6億算三高 當然比2018年稍微低一點點 可是也不錯 那所以有人就在猜 是不是他的對手 技嘉緊咬著不放 步步禁閉 當然這是大家在猜 網友在猜 好 所以我們回到新聞 所以當然大家現在都是事後在猜 到底什麼原因讓他墜樓身亡呢 那網路傳很多 他說是因為他們的科技業壓力真的很大 甚至於他的死敵 技嘉持續的步步進逼 說實在的我們也不知道 CEO為什麼跳樓身亡 但維新技嘉這兩家公司的恩怨勤酬 持續在商場上的競逐 那是長期的宿敵 這都要推推推到2008年那時候 他們從做小筆電開始比了 那基本上其實我來帶大家看好了 技嘉跟維新 我們先看一下他財報的一個對比 實際上你說技嘉進B 但實際上你看維新的成長速度是很快 你從一二年這樣一路 他就是獲利一直在成長 但是相對技嘉而言 他就是持平很穩定 他是比較穩定 很穩定 那你說這裡有逼他嗎 看不出來 那你從財報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技嘉只有毛利率 比這個維新好一點 你從營業利率 這個是我們最關心的 包括你的稅後盡利 甚至EPS 維新還是贏 那為什麼會有給人家一種 就是說技嘉好像緊咬不放的感覺 從過去 其實我們先看最早的時候 因為他們在 這個版卡也好 顯示卡也好 甚至後來小筆電電競 你看這個是當時推的小筆電 維新先推了 2008年6月推的 10.2寸 而且他做的是 模內樣印的這個印刷技術 讓這個筆電看起來很有質感 推出來你看1.89萬 才隔一個月而已 隔一個月 技嘉不服輸馬上推 馬上推 那他推他不能跟他推一樣 他推觸控 第一個觸控 而且還可以轉180度 這樣轉轉 然後蓋起來 變成這個還可以像平板這樣 然後價格也跟他差不多 這種感覺就是他就是要 就是要尬他 對不對 但是後來2008年之後 其實很有趣 因為整個小筆電市場大幅度衰退 然後維新的獲利從20幾億 掉到剩2億多 後來他們毅然決然切入到電競市場 電競 他就切入到電競市場 所以是維新先切電競 然後他切電競市場以後 開始表現很不錯 包括EPS成長了十幾倍 連股價都大漲 那你知道他當時切電競的時候 其實蔡總有講 他那時候要切電競的時候 大家都在笑 鳳姐笑說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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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電競 做什麼 這個市場那麼小 沒有人看得起 對不對 但是他還是毅然決然切過去 切過去很好 他們公司整個獲利大幅增加 當時他2015年推的這個筆電 你知道他把機械鍵盤內建 這是一個很難的技術 而且如果我們仔細看圖 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一般的鍵盤是不是比較靠螢幕 如果大家仔細看 他不是喔 他離螢幕比較遠 為什麼 不要讓手去擋到螢幕 所以你看他那時候推就推出來 那到後來 因為維新的獲利 股價各方面 真的都很好以後 這個技嘉決定也來推電競 也做電競筆電 也做電競筆電 那他做電競筆電 他厲害是鍵盤對不對 那他也要搞 在鍵盤上面也要搞 他找日本歐姆龍合作 他把薄度降了一半 重量也降了一半 你看是不是就是 怎麼樣就是要贏他 其實我們看一下這中間的差別 當時維新切了電競以後 整個股價的一個變化 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 所以從主機板打到小筆電 對 從小筆電打到電競筆電 對 好 這兩家公司可以說是在 同一個產業不斷在征戰 真的是很激烈 非常的激烈 那你知道維新切了筆電以後 我們看它的月線圖 我們還原看它的月線圖以後 你就會發現說 它切入筆電以後 真的獲利是逐步的一個在增加 你看還原以後 從當時不到十塊錢 到一百二十幾塊 這個還原 我還原全息全部還原以後 但是我們對比一下技嘉 因為它還原以後 大概這個倍數 但是你看技嘉的一個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還原以後的一個表現 今天還原之後 是不是差很多 你看倍數 70塊左右 對 就差很多了 那所以技嘉後來使出一招殺手劍 他既然去挖了 維新一個非常重要的業務主管 叫陳俊成 你知道他就是見證 這個維新從一個小筆電失敗 然後再走上電競舞台的 這一個關鍵人物 既然把它挖走 就是畫面上這一位陳俊成 對 就把它挖走了 那挖走以後其實 你知道 因為2014年 技嘉就成立了 ORUS這個電競品牌 那就一頭老鷹 快很準 但是我覺得這過程當中 要追 各位 我們剛才看財報就知道 追得也很辛苦 所以他把它挖角過去 這會不會 因為挖角是去年挖的 這會不會是一個影響的關鍵 好 但現在下一個征戰市場 在哪呢 我們剛剛談到 從主機板到小筆電 從小筆電到電競筆電 據說下一個征戰市場 是在手遊 在手遊 手遊市場有多大 我們回到新聞來看 其實現在大家在看的是手遊 誰能夠是手遊市場的王者 因為調查機構說 今年手遊營收將會突破 1000億美元 狠狠的超車電玩主機 所以在手遊這塊領域 誰能夠獨佔凹頭 才是未來的盛影 這個是不是也是 他在擔心的一個部分 因為手遊的部分 這幾年成長的速度 真的非常的快 藍色的部分是遊戲機 紅色部分是電競遊戲 各位有發現 電競遊戲成長的速度 已經慢下來了 但是手遊的部分 成長很快 2012年才占18% 你看到今年 已經逼近到多少 48 預計兩年後50% 甚至會更高 而且這個產值 已經超過1000億美金 所以這個也是 我們未來要關注 我不知道這個 是不是也是他煩惱的地方 但整體來看 我們未來的一個 從這個方向來看 我們要怎麼選股 第一個 當然電競的部分還是存在 所以像散熱軍片 建測 建測的部分 你看今天股價還是很強 而且這個絕對是 接下來暑假的一個熱點 你可以看到整理過 因為你玩遊戲 一定要能夠散熱 沒錯 你不能散熱 你知道因為遊戲玩家 遊戲玩家 比那個微星跟技嘉 有人說技嘉的螢幕 看起來很爽 但是他們說 微星很厲害就是散熱 這個你所不能玩到很熱 對也很關鍵 再來就是圓鋼 因為你知道現在的遊戲 都是要配備鏡頭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也很強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講到 遊戲其實還有遊戲主機 PS5 PS5的浴探 就是浴探 麥克風 因為現在你在玩遊戲 有時候玩槍 這個浴探 對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你看也是最近開始啟動 還有包括這個新唐 對控制晶片 控制晶片 遊戲主機 然後現在玩遊戲跟我們以前不一樣 他有很多機器 他要帶的 要幹嘛 再來當然就是任天堂 最近也是賣得非常熱的原相 CMOS的原相 這之前憲哥也有特別點名過 你也看到最近的股價的表現 也是很強 最後一個當然就回到真正 手遊的部分 星象 他的業績 這幾季以來都是持續在成長 我們也看到股價的一個強勢 最後一個橘子 也是手遊的 雖然說今天股價上衝下襲 但是我們看一下 他最近K線的表現也不錯 最近的業績也是持續穩定的上攻 而且觀眾朋友不要忘了 馬上就是暑假了 通常這樣的個股 在暑假都會強強棍 有季節效應 好 我們回來看 在5G的部分呢 今年當然是重頭戲 台灣已經開始起跑了 大陸早就起跑 全世界今年都拚5G 而5G的龍頭廠商當然是華為 所以我們來看看華為 華為大家都說 美國鋪天蓋地的沙 但是德國不鳥它 無視美國警告 德國最大電信商 執意還是要和華為合作 所以在德國力挺的情況之下 能夠幫華為找到生路呢 但華為真的能夠找到生路嗎 在台積電不能出貨之後 大家就說 他把希望放在中心 但華爾街日報說 中心恐怕也難逃美國經歷 那到底華為要找誰供應晶片呢 因為華為馬上要出他的 新一代的旗艦手機了 他的下一代旗艦手機 到底能不能準時開賣 是大家觀察的重點 對 那在美國為首的 五眼聯盟的圍堵之下 華為終於找到一個突破口 這個突破口就是德國 德國雖然他的安全部門 一直警告說五湯 但是德國的電信 還是要跟華為合作 而且他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 我們現在採用的 60%是華為的零件 以後一定要把這個部分 要提高減少美國製造 另外華為要提供技術 幫助德國的5G的技術 能夠在歐盟領先 我們知道全世界的GDP 第一名當然是美國 第二名就是歐盟的28個國家 那如果把歐盟跟歐元再拆開的話 那美國第一名 第二名是中國 第三名是歐元區 所以理論上來講 如果德國這個地方 有突破口的話 那麼對整個歐盟來講 應該會有作用 那當然對德國來講 除了這個以外 也不是這麼簡單 德國有一個百年的城市 叫做蓋爾森基辛市 這是以前供應 工業時代的一個煤礦的城市 叫做千火之城 現在跟華為合作 要把它整個翻轉過來 要變成一個智慧城市 包括像消防 用無人機 你想想看 那老城市現在燒起來是幾片的 那未來就是利用無人機 來當作消防 那所有的這個部分來講 華為很可能利用德國 當作一個所謂的攤頭堡 然後慢慢的再擴散到歐元歐盟區 當然也有人警告 外公要小心 要小心 因為有英國的前車之艦 最近英國的一個軍情六處 出了一個86頁的一個報告 他說華為很厲害 華為到英國的時候 他馬上侵入到英國的科技界 把這些精英人才 變成一個可用的白痴啊 精英人才怎麼會被稱為可用的白痴呢 因為坦白講阿關你都不知道 這些科技人 理工人才 他們都是一個框架 所以你如果能夠打到他的心肝裡 他真的就是要一輩子讓你使用 所以這個華為一進去以後 利用他的網路平台 利用一些廣播 邀請精英來上節目 然後美化華為以後 他就變成一個永遠的間諜 科技間諜 他講的是科技間諜 就變成一個精英是一個可用的白痴 所以你德國你要小心 第二個 小心華為的竊聽 我們最近有一部電影 叫竊聽風雲裡面 那吳燕子他講一句話 他說我跟你講 你的手機就是一個竊聽器 不管你要不要開機 都是竊聽器 他竊聽是什麼 他竊聽 他可以用大數據 然後分析阿關你的人格 是屬於哪一個個性的 第二個 分析阿關你的消費習慣 當你在跟你的朋友聊天的過程裡面 聊到減肥 然後三天以後 你就發現很多減肥的廣告進來了 當你聊天你要 他怎麼知道我跟我朋友 一直在聊減肥呢 你在Line 你在講電話的過程裡面 你談到減肥的事 他就馬上知道 代表什麼 他裡面有一個大數據 所以他一定有後門在竊聽 對啊 其實也不是只有 然後竊聽了之後 他在做大數據分析 沒有 阿關也不是只有華為 所有的手機都有 你不覺得嗎 不然你回去 你看看你的電腦 以及你的手機 你就打VNW打三天 連打三天 我跟你講VNW的廣告 就一直進來了 電腦也一樣 微軟也一樣 全世界哪裡沒有見得 吳彥祖講的才是對 其實是全世界的手機 全世界的電腦 都是竊聽器 所以這個不用提醒了 所以對德國來講 他們不知道嗎 德國有那麼笨嗎 不會不知道 就互相利用嘛 對不對 另外 現在說 我跟你講 現在華為存中心 如果中心不支持華為 那個華為就倒了 你被垂向 對中心來講 他現在兩難 你知道嗎 因為中心最近發布一個 他的一個公司的官網的報告 他如果沒有美國商務部的核准 他們不會對若干的客戶生產 那若干客戶是誰 那若干指的是華為嗎 當然是他 怎麼能夠大難來時也紛飛呢 沒辦法 大家坐在同一條船上 因為中心現在所有的機器設備 很多都沒有辦法排除美國製造 所以他現在14奈米跟28奈米 除非他把這兩個部分 變成非美國製造 但是中心的他的野心 不是只有14奈米 他想要做7奈米5奈米 這個部分未來的機器 還是要靠美國 所以這個時候不能跟美國翻聯 所以我想從這件事你就知道 華為現在也是很困難 中心也是很尷尬 所以任正輝現在講一句話 他說川普給我們是一種激勵 那我們要自己救活自己的話 我們要努力划船 什麼叫划船 我問你 什麼叫划船 我們來聽任正非怎麼說 到底任正非怎麼談划船呢 美國公司我們你供應器件 我會歡迎你不供應器件 我也能生生下去 我們也沒感到奧巴馬時代 我們有帶著多大困難 我們更也趕不到川普時代 給我們有多大困難 他只是給了我們一種激勵 就是要自己要生成下來 要努力划船 好 華為說我們自己要生成下來 努力划船 我們不知道華為能不能活 但我們知道5G一定是今年的重點 所以憲哥回來選股 我們來看 到底今年大家都在拼5G 個股怎麼選 那我們現在講到華為概念股 有兩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就是華為都沒有特別 現在我們常常看到很多東西 都講說 美國不賣給華為 那全部都要來台灣買 一定是這樣 不一定 第一 華為說 我現在還可以撐一季 因為我過去有下單 記不記得它下單台積電嗎 那一季之後呢 一季之後呢 所以現在華為概念股有兩個 第一個它可能是受益者 也可能是受害者 我們來看真點 那其實概念股裡面 我今天找了很多 剛剛像聯華科 像聯勇都是 因為蔡總已經講過了 那現在找的這些股票 都是今年第一季還不錯的 第一季0.97 而且它第二季的營收 跟第一季即成長51% 所以目前來講 萬一整個大盤 那等一下我們來講一個大盤 所以這個還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它還算本益比還算低 再來的話3042的經濟 經濟IC設計 今天表現得不錯 那它今年的第一季0.83 所以目前的價位還算可口 可口可樂的可口 可口 再來2313的滑通 PCB的滑通 我們來看今天開高走低 那它的第一季是0.78 它比較沒有技術性 但是最近已經出現兩個低了 這個等拉回來再買 我們來看大盤 那今天大家都很講 都很多 大盤今天外資開始賣來對不對 外資開始賣來 我跟各位報告 7月15號 0715就是一個關鍵密碼 因為那一天國安基金要跟妳 那現在就看台灣了 妳愛不愛台灣 妳對台灣有沒有信心 就很簡單 所以最近 0715 小心 我們晚安旅行 到來 旁邊 晚安 。